诗篇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众仆人啊 你们都要赞美他 在耶和华殿中伺候的 在我们神殿的院里伺候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事良善的 你们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他的名是美好的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雅各归他自己 拣选了以色列做他自己的产业 我确实知道耶和华是伟大的 我们的主超越万神之上 在天上 在地上 在海中 在一切深处 耶和华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升 发出闪电随雨而来 又从他的府库吹出风来 他把埃及投生的 无论人或牲畜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在你当中施行神迹和启示 惩罚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 他击杀了多国的民 杀戮了强悍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巴山王厄和迦南列国的王 他把他们的地赐给了自己的子民 以色列做产业 耶和华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 你可纪念的名 留存万代 因为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申冤 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 列国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却不能说话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做偶像的 必和他们一样 所有倚靠他们的 也必这样 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立位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的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西安来的耶和华 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是应当称颂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